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這段影片想和大家討論 為何美國近日要這麼大力打壓TikTok軟件 有很多人問 肥仔傑 到底甚麼是TikTok TikTok在國內有另一個名字叫做抖音 TikTok是抖音的英文版 它是一個製作短視頻 拍片放上網的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 大家可以接觸到不同國家的人拍的影片 但TikTok在不同國家 除了民眾使用外 亦揭起了不同的政治風波 在這段影片會和大家討論 為何美國會這麼大力打壓 而美國又如何用強硬的手段搶TikTok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入的陷阱 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按訂閱和按鈴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近日大家應該看到不少新聞 就是美國要禁止TikTok的社交軟件 在美國繼續運行 甚至特朗普要求美企盡快收購TikTok 大家有很大的疑問 到底TikTok是甚麼 為何美國要這樣做去制止TikTok 其實背後有一個相當大的陰謀 首先TikTok是一個叫抖音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 抖音是一個國際版 抖音和TikTok是一個短視頻分享的平台 功能功效就像YouTube一樣 以前的YouTube很多人放短視頻上去 放一些三分鐘五分鐘的短視頻上去 變相當時的YouTube其實亦是很蓬勃的 而YouTube就是因為拍片視頻和觀眾互動 就像現在你們看肥仔傑影片一樣 肥仔傑和大家的互動當中大家得到一些樂趣 而不是單純看新聞的文字或圖片 變相TikTok等於美國的Google軟件YouTube一樣 但TikTok的抖音 本身在國內和泰國市場 成功超過一億個用戶下載 他覺得成功 結果走出國際生產TikTok 到美國居然是大賣 為何有美國人 大家會想為何YouTube成功 但TikTok成功得到 不是同一件東西嗎 其實是類似的東西 主要是因為美國民眾對他們社交媒體的不滿 當中包括Twitter和Facebook這兩件事 其實是令美國人們很不滿 為何說不滿 事實上他們已經看到 Twitter和Facebook已經成為了 在美國的一個政治角力的戰場 現在全世界都在打科技戰 甚至是在打網絡戰 我們香港亦是一樣的 但在美國來說 YouTube 也好 Facebook 也好 甚至是他們的Twitter 也好 這些工具其實特朗普經常用來 發放一些假新聞 假消息 導致很多時候有些負面的訊息 他們在Twitter和Facebook上看到 其實美國人自己也不開心 結果令TikTok在美國爆紅 因為當中大家拍攝的短視頻多 而製作者的人數亦多 首先大家要明白現在是網絡時代 那群人在TikTok上拍攝 亦是自己的網絡營銷商 這些所謂的網商網紅 其實他們可以透過他們自己拍的日常生活影片 又或者一些搞笑視頻 去找一些廣告的贊助商回來 特別是有些訂閱人數比較高 可能有幾百萬、幾千萬 其實他們的收入是非常豐厚的 而這大塊肥豬肉 令很多美國人開始進入TikTok中 開始拍片 因為他們覺得YouTube的世界已經太少了 因為YouTube已經有很多人成功 而這群人成功後 他們固定了自己的粉絲 其實市場變得越來越小 變相他們如果要在YouTube上成功很困難 而TikTok就是成功 因為它是一個新開發幾年的軟件 變相他們成功亦容易 因為多製作者亦會自行找方法 推動他們自己的民眾或壽眾使用TikTok 變相會令更多美國人用這些社交軟件 而多美國人用社交軟件 有甚麼影響和甚麼事 其實正是特朗普最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他們現在要轉戰場到TikTok 去做一些政治打壓或發放假新聞和假消息 大家想想過往他們用Twitter和Facebook發放假新聞 為何他們可以發放得這麼精準 甚至大家會否覺得 如果你們看過一些藍營的新聞 藍營的消息 或者國內的視頻 YouTube和Facebook會經常彈同類型的影片 或者一些消息和訊息給你 你會否覺得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就關乎背後的大數據 因為YouTube、Facebook、Twitter 他們是幕後有幾千人甚至數以萬計的人 每天在追蹤所有用戶你們的一些生活訊息 包括你自己 我應該這樣說 如果我自己用肥仔傑的身份和大家討論 Facebook、Twitter 可能大家不相信 但我用YouTube製作者的身份和大家討論 到底YouTube會根據你哪些東西 去定你自己給甚麼東西你看 首先第一 它會按照你每天平均看YouTube的時間 是多久 例如每天你會看三個小時YouTube 它基本上都知道 你是透過網頁版按進去還是手機apps按進去 它都知道 然後你按進去後看第一條片是哪條片 然後看那些甚麼片 它全部都知道 你有沒有留言 留言的內容是甚麼 它亦都知道 YouTube是根據這些數據 去分析甚麼影片適合你 特別是按個人年齡 按你的喜好 根據這些大數據推送影片給你 所以如果幕後操盤拿著YouTube和Facebook的Google 它用這些大數據去發放假新聞的時候 是很容易中招 所以大家知不知 之前有一條片在台灣拍街訪 問過當地的年輕人 他們有沒有看過香港暴動時間 那些年輕人打警察的影片 他們沒有看過 他們在社交媒體上 在香港警察打學生的影片 他們沒有看過為何學生被人打 為何學生會被警察拘捕 為何學生扔汽油彈 他們全部都沒有看過 這正是他的威力 而美國今次封殺TikTok的原因是 因為他根本掌握不住TikTok 他只掌握得到Facebook、YouTube 以及他掌握到微軟 就是大家的電腦系統 Windows 大家就很出奇 為何美國會一直掌握這些東西 其實你們自己回憶一下當年的史諾登事件 史諾登事件揭露了原來美國國防部 以及中央情報局 會監察全國人民甚至全球人民 他們使用互聯網、使用電腦的情況 雖然大家看Google和微軟 好像是大公司一定不會洩露你的私隱 但事實上有多個黑客組織 其實在過往亦曾經公開過 表示這些系統中一直存在後門 但這些後門一直以來沒有被正視 而美國國防部甚至美國軍方 是透過這些後門去監控他們的人民 黃絲最喜歡說美國很自由 美國不會做監控之類 我們看看有哪個國家不會去做 即是他們自己怎樣做監控 是高端低端還是怎樣 就是他們自己心照 只是有沒有媒體去抹黑他 去報導他 而今次特朗普最害怕的 就是因為TikTok在大陸人手上 在國內人手上 中央或國企握住了 根本無法控制在TikTok上的大數據 又或是無法透過這個大數據 去掌控全球人民 大家試想一下 全球有數以億計的人在用這個軟件 而這個軟件背後的大數據 可以幫助到多大的能量 如果他想攻陷中國 他可以透過這些大數據 他清楚知道每一個人的生活細節 又或是他知道這群人的喜好 從而透過假新聞 透過多方面的媒體 甚至透過網絡戰 去攻陷另一個國家 現在已經是去到2020年 其實已經很少很少的國家 他願意動用到軍隊又打 又出槍 又出子彈 又出核彈 基本上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方法只會是兩敗俱傷 而現在打的基本上是一個網絡戰 是一個科技戰 而美國最害怕的就是中國的崛起 或者叫做中國的科技崛起 令到中國無法掌握到這些大數據 所以為何會有抖音和TikTok 其實亦是不少關於國家安全的問題 如果我們中國人的所有數據落在美國人手上 其實是很容易被美國人繳借我們 亦都解釋得到為何華為手機 會被Google禁止使用Android系統 就是因為美國雖然拿著系統 但他依然怕華為這件事打進美國市場 而當打進美國市場後 是會令到他們的蘋果手機 其他美國品牌的手機 是沒有辦法繼續在美國生存 而這件事在影響的就是他們掌握的所有大數據 而過往我們一直都看回Facebook、Twitter 是這群美國政客最常用用來抹黑其他國家 甚至在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是用來抹黑中國的一些方式 不過今次幸運是TikTok 有大量的美國人繼續支持TikTok 是不被美國封殺的 因為這件事是直接影響美國人對自身的利益 因為向來都說事不關己、己不關心 美國向來不太關心香港發生甚麼事 或者不關心中國發生甚麼事 總之不要影響到他們就可以了 而今次因為TikTok這件事真的影響深遠 影響了很多美國人自身的利益 包括他們當中的創作者 因為是很大部份的營收 而最重點是美國用甚麼手法強行取得這些大數據 其實有一件事叫做名搶 甚麼是名搶 就是它要求微軟收購TikTok 9千多億的市值收TikTok回來 收TikTok回來也不要緊 它名益微軟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要求微軟把大部份的收益給他自己 這真是天大笑話 如果不是我去按TikTok 你根本無法收購 如果微軟收購不到他 你就沒有了這個生意 所以你現在有這個生意 你應該要感恩 多謝我 多謝特朗普 然後你要把錢交給國家 事實上所謂交錢的國家其實不多不少 即是他的意思是美國政府要入股 而入股這個TikTok 美國有甚麼得益呢 得益是他們作為股東或自己派人監察TikTok 取得後台數據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人問是否純粹是錢的 即是看到TikTok在海外市場 很多人下載有一個龐大的收益 所以美國要抱著不放 甚至要大部分收交給他 事實上換另一個意思說 即是說特朗普現在企圖利用TikTok 繼續發放他的假新聞 繼續做他自己的新聞 在這裏我再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就是講TikTok的整件事 在這裏馬上去片給大家看一看 8月2號微軟公司稱準備就收購TikTok 在美業務繼續談判 8月3號在威脅封禁TikTok後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恐嚇幼稚 在這番政商聯合的強買強賣中 TikTok在美國的路似乎走不通了 這場围猎行動只是針對一款APP嗎 TikTok或將被封禁 在美國引發民眾強烈不滿 上週日 9名共擁有5400萬粉絲的TikTok創作者 發表了一封寫給特朗普的公開信 他們寫道 TikTok實現了Facebook、Instagram等網站 永遠無法實現的互動 與TikTok上那些給人歡樂的快照相比 Twitter是充斥著仇恨的虛擬世界 TikTok創作者Griffin Johnson表示 TikTok讓我交到了很多朋友 給了我很多回憶 我將永遠感謝他 憤怒的美國年輕人還在Twitter上 發起了拯救TikTok的話題 並組織用戶給美政界零時競選APP 刷差評 我們看到這次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如果他在這網站上的網站 他在這網站上的網站上 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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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ban TikTok anyways and I'm starting a video petition with hashtag save TikTok 2020 has had so many tragedies and TikTok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positive outlets for us all whether it's watching or creating content TikTok如此受欢迎 为何美国政府 不顾民众的意愿 执意要封杀它 美国政府提出的理由是 TikTok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洛杉矶时报 发表文章称 从来没有确凿证据表明 TikTok窃取了用户数据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数字和网络空间 政策项目主任 亚当·希格尔表示 对于游戏中的另一个角色 微软来说 收购TikTok将让这个软件巨人 得到一个与Facebook和Google 拥有的YouTube竞争的平台 它可以在年轻人中重塑自己的形象 这场黑暗游戏里 还有一些身影 Facebook等硅谷科技公司 他们像是这场围猎中的猎狗 他们想看到监管机构 打压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从可能空缺的巨大市场资源中分一杯羹 Instagram已经开始挖墙角 他们向TikTok的创作者提供了数十万美元 吸引他们在其开发的同类平台 Rails上创作内容 体肤无罪 怀必起罪 美国保护国家安全是表 打压中国科技发展势力 宣扬文化自由的美国 会无起文化霸权大棒 却毫不犹豫 事实上 美方动用国家机器 打压他国企业的行为屡见不鲜 美方务必不要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否则将自食其果 我们呼吁美方 认真倾听本国和国际社会的理性声音 不要将经济问题正宠 为各国市场主体在美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投资营商环境 最终的良善讲 全世界权cı讨计 Itas 必须会以来 自己充扯安方言 F